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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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Ben 我們今天要談論 出於鐵板商 好久沒有出來拍影片跟吃好的料 因為我們把小孩先放在家裡 因為平常都在顧小孩的 現在的生活都是這樣 可是難得有一個人生日 那想說好都找這個藉口 可以出去吃個新的沒有吃過的東西 那時候看覺得他外面 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上樓查一下 然後原來是鐵板燒 那他好像還有日本料理 對 壽司 他好像蠻多分店的 之前我們都不太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品嘗看看 我們進去坐下來以後 就可以看到廚師在準備明天的料理 很多食材耶 超澎湃的 看起來很棒 第一個是這個海膽茶碗蒸 海膽的味道蠻濃郁的 就開個胃這樣子 對 茶碗蒸就是那種很滑嫩滑嫩的 第二道是冷韓 章魚冷韓 然後用煙燻的方式 然後配上一些碗沙利 吃起來很清爽 對 我覺得作為前菜是還不錯 然後QQ的這樣咬下去 接下來要吃那個干貝 他把它切花 然後配上玉米的一個調醬 玉米跟海膽 所以之後啊 我有試過 因為我沒有想過那麼大 所以之後有用這個方式 做副食品給小孩吃 然後他很喜歡 軟硬勢中超好吃的 這個很好吃 再來這道是魚 魚跟一個湯 他就是煮了很久 他好像我們一進去 他就開始煮那個湯了 整個味道還是很豐富的 接下來也是一個重頭型 就是和牛 對 它是白醬 然後切得很薄 所以那個味道很好吃 停留在你的嘴巴裡 這個真的很好吃 吃一兩片就夠了 對 因為它的味道很集中 然後它還有附那個麵在下面 所以它都是吸飽 那個芷跟和牛味道 我現在講都流口水了 加一些味噌跟鮮奶油 接下來是龍蝦 我好愛吃龍蝦 這很Q彈 然後它的那個綠色的醬 我印象中非常好吃 配著龍蝦剛剛好 然後這道鮑魚不是原本的 所以我們額外點加點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點 才會看別人點 自己又很想要吃吃看 很划算 它上面配那個海藻的醬 就也很清爽 不會很鹹或是什麼 對啊 你看這和牛 真的超好吃的 和牛牛排 每人都一片一塊 好棒喔 熟度剛剛好 真的超漂亮的 就是上下都是脆脆 然後裡面是嫩的那種 超好吃的 和牛就是要這樣子吃一塊 所以只要吃那裡多 會比較油 你看你很滿意 和牛是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和牛小漢堡 它外面是用泡芙皮做的 對 這不是一般漢堡麵包 可是我記得好像吃下去那個 和牛味道好像沒有很出來 這我 對啊 我覺得它的外型很好看 因為它配泡芙然後就弄得好像很厲害 你看 但是 很有創意 對 可是吃下去 可能之前那個和牛太好吃了 誰到我都覺得還好 還好 一般可以 而且它外面酥酥的 是滿 對啊 像你說滿有創意的 然後 然後 接著的話它用一些和牛的 一些邊角 粉碎肉 然後拿來做炒飯 通常鐵板燒都會有炒飯 鐵板燒的炒飯好像都滿好吃的 對啊 因為它會 很均勻 感覺會 硬力分明的感覺 對 它做蛋下了蛋之後 它還是可以維持一顆一顆的 哇 你看金黃色的 很漂亮 真的 但是這個和牛味 它是拿來填你的肚子的 怕你吃不飽 和牛味也沒有很重 一點點 但就是 還不錯啊 也還不錯啊 也還不錯啊 然後最後有附一道湯 味噌湯 然後跟那個抹茶蛋糕甜品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Q的抹肌 這個就是 就正常 正常發揮 對 對 我覺得很不錯 我也覺得很不錯耶 我覺得喜歡 它的食材真的很新鮮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然後它就是調味也都還蠻緊緻的 都襯托出那個食材的美味 蠻用心在準備的 但是你真的 它可以讓你吃得出那個食材的原味是對的 而且這樣子弄一弄一個人 感覺價位也不會很貴 對啊 我覺得是蠻滑的 所以其實算起來算是很好 我會想要再吃 它的那個日本 吃它的那個壽司那一間 看看下一次 好 那我們就 這一集影片就到這邊囉 再見 希望可以趕快就是用脫離小孩來吃 好聊 下一次趕快來吃吃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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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